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是百川越的行探哪 你怎么一点良知都没有啊 你看一看 你看看这些单纯的少年 都比少是什么样子了 你忍心看到他们在遭烟吗 再少来你抓到一个凶手 都比抓一个简直尿得多呀 好 如今这个青山掌门已经回天法术了 在下呢 懂得一点还魂之术 诸葳要是信得过我的话 不知可否让我试一试 我们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装神弄鬼 假冒师父旨意呢 休得对神医无理 我们信得过你 就按李神医说的办吧 还有 请将掌门今生送回他生前屋内 我还需要他的一些随身之术 来施展我的还魂之术 两位 这就是我们掌门生前的住所 说说吧 你那什么死而复生的铁销大侠 和铁甲门少主 又是你耍了什么把戏 这个铁销大侠遇到仇家 之后呢 不得已跳崖 被人误以为他已经死了 就把他埋在这个土里 你说这瞧不瞧 我路过的时候听到声音 于是呢 就把他挖了出来 至于这个施门绝啊 这个人吧 一心想要考取公民 却得不到家人支持 这个人就更有意思了 他假装自杀 可是呢 被我看出来 他是在演的 我也没有拆穿他 这两个人呢 自然就不会说出真相了 事情就是这样了 一穿石石穿百 这就传开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 你这所谓的名声 都是你招招撞骗得来的吧 我只是眼力比别人好一点而已 一个人混江湖啊 总得有点长处 长处 你这叫什么长处 叫庄大运团差不多